以下的那个产品系列 也做一个更新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就是针对TIS GIGA 在达安培数来讲的话 的接触器跟电子式过载定义 来做一个更新 那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在马达启动器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在去年 斯奈德电机正式推出新的TISOS系列 就是TISOS GIGA 这个系列产品的马达启动器 那它里面包含了TISOS GIGA的接触器 和TISOS GIGA的过载定义 那主要是针对大马力 大额定的马达 以及电力开关的应用 那它是属于一个高度紧凑跟模组化 而且具有自我诊断功能的 全保护功能的产品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的安培数 从115到800安培 3POR 4POR的接触器 以及28到630安培 电子式过载定义为主 主要就是这两个产品系列 然后它也是全球性的供货 也就是说它这个产品的型号的部分 来讲的话 也是全球来做一个供货的说明 那它是针对各种不同的行业 别的应用的马达 还有电力的开关 提供顶级性能的接触器 和过载定义 然后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实际上在TISOS GIGA 它最主要的目标 除了新产品的发表之外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替代现有系列TISOS F 也就是说在800安培以下 原本旧款的接触器的产品 以及LR9F 30到630安培的过载定义 那以前的系列来讲 TISOS F 据发表到现在为止的话 大概有30年以上的时间了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等于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高功率 大而定的那个接触器 跟过载定义来做一个重新的翻新 那首先它的目标的市场 是集中在哪里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所有的行业别 以水、费水和一些矿业的部分 金属加工的部分 好像纸浆、造纸、铁路 还有风机 还有船舶、石油、天然气、电梯等等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些所有的目标行业别 都有一个主要的特性 就是它都使用大马力的接触器为主 还有它有可能它使用到输送带 或者说吊声系统 在启动跟那个停止的部分 会比较频繁 所以这个时候使用TISGIGA产品来讲的话 是最适合在这些行业别的应用 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些行业别里面 跟斯耐德的接触器 跟过载定义的产品应用 来去做一个结合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得到 这目标市场里面 它所针对它的应用范围来讲的话 是依照IEC60947-4-1的 那个负载应用来去做说明 所以你看左边来讲的话 3属龙式马达的部分 这个在启动的部分 启动电流6到8倍 然后之后可以做一个 那个额定电流值的操作 那像比较重要来讲的话 就是AC4的应用来讲的话 因为它的应用是属于在寸动的部分 会启动比较频繁 也就是启动跟停止的部分来讲的话 会有会有寸动的那个效应 所以它在额定电流在启动6到8倍 跟停止6到8倍来讲的话 对接触器的那个电气聪明来讲的话 会有比较大的严苛的要求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AC1到AC4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在马达应用的部分 那前面所谈到的马达额定电流 指800安培 所指的是指AC3的马达额定电流的应用 那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像AC5的部分在灯具的应用的部分 这边斯耐德也适用 然后再来是AC6的部分 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 尤其在电容器组这边的切换来讲的话 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说 在电容器组在投入的时候 它非常注重它的投入值跟遮断值 所以在投入部分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如果额定 电容器的额定电流值 必须要考虑到1.43倍 也就是30%的那个斜坡 以及10%的锅电压的部分的电流值 所以斯耐德的电视开关 在电容器的应用来讲的话 它也是非常卓越 而且是显著在这方面的应用 所以从AC的产品的 交流的那个负载应用的产品来看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尤其是在寸动在AC4的应用 以及在AC6B电容器的组的 切换的应用来讲的话 实际上使用T10GIGA来讲 会比较符合以及使用 然后AC8来讲的话 就是在那个人动压缩机的马达控制 然后再来就是DC1跟DC5 这边都是直流的应用 在直流的电阻性负载 或者说串联丢动机的负载 所以总结来看就是说 在整个IEC60947的负载应用来讲 从AC的产品一直到DC的产品应用 斯耐德电机的T10GIGA 都符合这些系列的要求 尤其是在左边的像空调 输松带或者说吊声 以Pump的应用来讲的话 这些的接住器的应用 都是完全可以符合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产品的部分 产品的部分来讲的话 第一个部分就是T10GIGA的接住器 我们刚才有谈到这AC3的应用 就是索隆士马达的应用来讲的话 从115到800安培 然后它是有3POR跟4POR的应用 型号是从LG1G开头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接住器型号 都是从LG1G这个GIGA 这个产品的系列来做一个开头 那本身接住器它又分成两个版式 一个是高级版本 它是A结尾 一个是标准版本 一个是N结尾 所以在高级版本来讲的话 它的宽线圈电压范围 有24到48 48到130 200到500V 那在标准版本来讲的话 它的线圈电压范围有48到130 100到250V 那以国内来讲的话 我们最常使用的线圈电压范围 可能是110、220的电压范围 那各位可以使用标准版 像这个型号 100V到250V 就可以符合我们国内 大部分的使用范围 但是客户如果要使用到 其他电压范围 像24V、48V 以及其他的像200V以上到500V 之间的那个电压范围 那你就必须要使用到高级版本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别 除了电压之外 还有控制模式的差别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接触器都是用A1、A2 去做控制模式 但是在高级版本来讲的话 它有加一个PLC的输入 控制的功能 也就是说 你可以从上位的PLC 去控制电池开关 OK 这是在高级版本的最大一个差异 然后再来它还有低损耗 它在投入跟切力的时候 也就是说线圈电压的 VA值跟瓦特值来讲的话 在高级版本它是一个低损耗的线圈 线圈损耗 然后再来高级版本 它还有附电缆端子预设的部分 所谓电缆端子预设的部分 我们后面会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最主要的话 就是针对电缆端子的部分 它在做维修保养的时候 不需要把整颗接触器拆下来 只需要更换其中的模组 不管是控制模组 或者是开关模组 或者说整个接触器的部分 去做一个替换就可以 但是电缆线的部分 还可以做保留住 这个是电缆端子预设的最主要功能 那最后一个部分来讲话 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以做 PLC的输入做控制 所以你可以跟施耐德的三层架构 就是我们的EcoStrux整个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从Skader 或者说Advisor这些软体的应用 一直到第二层的PLC 以及到我们最终层 在Connective Offer来讲的话 接触器或者说其他的码通通器 来做一个整合性的提供给 那个end-user的客户 所以接触器的部分 它有分为高级版本A结尾 以及标准版本N结尾 这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然后接下来就是过载电音的部分 它是到达630安培 然后它的型号是LR9G开头的产品 跟之前的那一款LR9F 那最主要的差异来讲的话 它整个那个产品的功能跟内容 也做一个很大的改款跟更新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到 接触器的部分的主要的产品特性跟功能 然后主要来讲的话 产品的范围 它有分成刚才所谈到 全球的标准版本跟高级版本 AC3是到800安培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AC1电阻性负载 它是到达1050安培 那我们刚才有谈到就像电容器的负载应用 然后电阻性的负载应用 它就要看AC1的电流值拿去做计算 所以有AC1跟AC3的应用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是3Port 4Port的那个 极数 然后再来三种框架 那这三种框架是指接触器的三种的 Friend Size 就是说指它的尺寸 它有三种的框架 总共只有100个型号而已 所以100个型号就包含所有的全球标准版本 跟高级版本 那这个型号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大大去减低客户在选用型号的 可以增加它的方便性 减低它的复杂程度 因为之前旧款的接触器 它是线圈电压跟本体的部分 是分开做选择 OK 那现在的话 因为有宽频电压的出现 所以把所有整个那个型号 都大为的缩减 那所以我们提供给客户来讲的话 是全新的设计啊 全新的功能 以及更智能跟安全的产品 那给客户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给它最简单 而且最智能的客户体验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两方面 来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让各位能够更了解 T10GIGA的产品的特色跟功能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得到 在电子式线圈来讲的话 左边这个图片来讲的话 就是指它的控制模组的部分 那因为所有的控制模组的部分 是由PCBA的那个电路板里面 去做一个调整跟控制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里面包含有哪些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宽频的那个控制电压 它可以降低线圈的烧毁风险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所看到的 那些宽频的电压来讲的话 指的都是ACDC的那个电压控制范围 所以它有包含5062 也有包含ACDC的电压控制范围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它有自我诊断的功能 所谓自我诊断 它可以诊断它自己本身 内部主接点的接点损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不管是低电压过电压 然后它也可以做自我诊断 发出讯号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自我诊断的部分 我们后面会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然后再来刚才谈到说 可以连接到Snet的EcoStructure 这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使用到高级版本的产品 你可以用POC可以去做一个连接跟控制 那所有的产品型号会减少90% 这个是跟我们之前的产品型号来做 做一个比较 所有的产品型号都会减少 那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商 或者说让我们的End User 让我们的OEM基业厂 可以更简单的去存放库存 而且型号可以大幅减少 然后并且它可以从正面 去做更换控制模组 我们这个产品就是控制模组的部分 也就是说客户如果是安装在配电盘 或者说在End User端的现场 那有一天可能会改变它的控制电压 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整体 把整个建筑器全部拆下来 你只需要去更换控制模组 因为它控制模组里面 就包含所有宽频的控制电压的模组在内 所以你只要更换它的电压模组就可以 更换它的控制线圈就可以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在整个控制模组这边来讲的话 它有这方面的特色跟功能 然后再来所有的产品系列 你看到接触器的部分 全部都是用模组化设计 所以左边这个爆炸图 就是很简单跟各位讲 第一个它整个产品尺寸都很非常的简洁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才我们看到图片那个控制模组 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指它的开关模组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你没有分两块 一个是控制模组 一个是开关模组 所以开关模组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产品的尺寸减少40% 然后也会提供更好的电器 跟机械的耐用性 就是说它的电器寿命啊 跟机械寿命来讲 跟其他的竞品来讲的话 都是相当的高 而且是可以几败可以说 也可以讲说可以几败所有的竞争对手 在整个电器寿命来讲的话 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谈到 AC4的那个应用跟负载 然后第三个主要特色就是它可以在10分钟之内 去替换所有正面快速 可以替换所有的开关模组 也就是说你控制模组拆下来 接下来就可以替换开关模组 它全部都是用模组化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更替 然后最后来讲的话 就是有更好的防程 也就是说IP20的防程 并且提供各种不同的那个端子保护盖 所以各位如果说在inuser端或配电板端 要做到IP20的保护的情况之下 都有其他的配件可以做提供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有谈到 就是电缆端子的预设的模组化 也就是说你刚才后面 我们看到这一个壳子的部分 这个就指电缆端子的预设模组 它可以用在就是说配电板上面 安装的时候可以快速去更换备屏 可以快速更换开关模组或控制模组 然后这个送你的电缆线是不需要去做拆卸 这个是模组化的设计 那再来我们所有的接触器 都有-EA1B就是ENO1C的辅助接点 这个辅助接点它是挂在接触器的右侧 从我们正面看是右侧 所以它这个产品的宽度它不会去增加 如果说你是标准辅助接点 你如果再增加一组辅助接点组 就可以增加在肚子的左边 就是正面来讲的左边来讲 可以增加两个接点组 这个时候它不会增加宽度 那最多它可以加到就是全部加起来有四组 就是4A加4B或4NO加4NC 所以这个是辅助接点的部分 它可以增加 然后接下来所有辅助接点 它最大的亮点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的最小负载能力 可以到达17V 1mA 那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所有斯耐德的接触器 它的辅助接点都是17V 5mA 但是目前的POC的那个输出接点 或输出的那个电晶体输出 它有时候它的电流值会到达1mA 所以现在新世代的斯耐德的接触器 尤其是TSGIGA的部分 所有的辅助接点所提供的那个 最小的负载能力都是17V 1mA 这是第一个特色 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有增加更好的可靠性 就是10的-8次方的故障率 也就是1亿次的操作里面 只会有一次的故障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整个TSGIGA来讲 整个产品寿命 它还没有到达EOL 就到达产品寿命终止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辅助接点 也不会有任何的故障 所以这个部分的可靠性来讲 非常高 那对于整个POC的控制 或者说整个接点的讯号 传输的部分来讲的话 绝对不会有那个损耗 或者是消失讯号的那个 的那个情况所产生 这个是在接住器的 辅助节点的特色做一个说明 然后再来在安装的部分 各位看到 就是它有一个悬挂的功能 所谓悬挂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我们配电盘 是直立式的 不是就是平面式 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 可以很简单的安装的话 如果是直立式来讲的话 你可以用短螺丝 先把配电盘的 那个悬挂固定位置 先固定起来 也就是说把那个 我们大科的那个接住器的部分 先挂一个短螺丝 那短螺丝如果锁完之后呢 那再把接住器放上去 再用长螺丝去做安装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一个人 先把短螺丝 锁紧在配电盘上面 然后再把接住器放上去 一个人的话 可以简单的轻松安装 整个过程 所以在整个安装来讲的话 Snet也有考虑到我们 end user 或是我们的配电盘的工作人员 在使用跟操作的时候的那个方便性 所以这部分的悬挂功能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前面有谈到自我诊断的功能 就是在控制模组的部分来讲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Snet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说在自我诊断的部分 它总共有几个特色 一个就是它有local跟remote 就是本地跟远端的提示接点的磨损程度的指示灯 那所谓这个指示灯是指 你看这个面板上面 这个黄色的地方 它有diagnosis 也就是说它整个那个磨损程度的指示灯 是透过这LED的指示灯的闪烁 来去做一个显示 那在本地跟远端来讲的话 像本地它就会闪烁一次 就在local 你在配电盘打开的时候 在操作你就看到 如果闪烁一次的情况之下 每隔两秒闪烁一次 就代表接点已经磨损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赶快去替换里面的开关模组 因为它接点就损好 但如果远端来讲的话 就是针对我们刚才所讲 那个全球高级版本的部分 如果你是用POC控制 然后而且是加装那个远端模组的情况之下 它会传输四个的闪烁的部分 然后回去给我们的那个中央监控室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从中央监控室 也可以知道就是说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的接点已经做磨损了 那在end user端那边来讲 它从中控室就可以知道 我们在现场那边的接触器磨损 要去做那个预置保养跟维修 所以这个是在local跟云端来讲的话 它这个接点磨损的程度的指示灯 这个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这个指示灯来讲的话 也会去侦测到低电压跟过电压 所以低电压是指线圈 它的侦测的控制的电压 如果是低电压跟过电压的情况之下 像低电压的部分 它会闪烁两次 过电压会闪烁三次 也就是在低电压跟过电压的部分情况之下 如果你在配电板打开的时候 看到整个亏电系统 它是在低电压的状态 它会闪烁两次 在这个LED灯上面 过电压会闪烁三次 然后再来是内部故障指示灯 所谓内部故障指示灯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控制面板的部分 如果它是连续闪烁式的情况之下 就代表它内部的PC板已经坏掉了 所以它有内部故障的指示灯可以做 做那个指示跟处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一二三 这三个特色来讲的话 不管是接点磨损的程度 或者说电压 破电压低电压的程度 以及内部故障的程度来讲的话 都有做自我诊断的功能 然后左下角来讲的话 这边是接触器开关 开关状态的指示灯 这边有做一个状态的指示灯 可以让客户很简单轻松了解 也就是说这接触器是开根关的一个状态 所以本身来讲 在自我诊断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这一次新产品TESGIGA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过载电液的部分 过载电液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产品范围到达630安培 那跳动等级依照马达的特性 它有分CLUS5、10、20、30 那最主要我们大家所使用的AC3的 那个索隆式马达 大部分都是CLUS10为主 但是如果有是有用到那个 比较高启动关系的部分 或高关系的部分负载 那就会用到CLUS20 或说CLUS30 举例像一些比较大型的输中带 或者说它的负载比较重的输中带上面 因为它负载重物比较重 所以它启动的那个时间 可能要到达20秒 或者说到达30秒 这部分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在跳动等级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去挑选 其他型号的那个过载电液 你只要在面板上面去做一个选用就可以 所以这个意思是代表就是说 所有的跳脱等级 都可以在同一颗过载电液上面去做选用 它总共只有三个框架 就是三个尺寸 然后四个型号 四个型号去包含所有800安培 就630安培以下过载电液 就是800安培以下 接触器的这些所有的过载需求 那在过载电液这边来讲的话 最主要它的保护 我们提供的保护有更多 就是所有的接触器 下方所接的过载电液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保护过载为主 但是施耐德多提供了 更多的像接地故障保护 以及相位不平衡保护 那像接地故障保护 跟相位不平衡保护 你也可以选择 也可以选择不要保护 所以它有开关可以去做选择 去做调控 然后接下来它有防暴认证 ATES认证 这个部分是施耐德 在法国这边的那个防暴认证 所以最主要的保护有三种 一个是过载 一个是接地故障 然后再来是相位不平衡 所以在以弹性的配置来讲的话 左边这位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所有的那个三个图示 一个是电流的选择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接地故障保护 跟相位不平衡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指groundfall 就是接地部分 然后这个是相位不平衡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标签上面 所看到on off的部分 就是可以调试 就是说你要跟不要 去做这方面的保护 然后class的等级的话 也在面板上面 可以去看到class 50 50 20 30 这边可以去做选择 所以它有更多弹性的配置 然后去调整我们的调多等级 那最后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在设定的部分来讲 在最右边的那个旋钮 它可以做64段位的那个旋转开关 去调整它的额定电流值 也就是这额定电流值 依照马达AC3的额定电流值 去做调整 然后可以提高它的那个电流值的 那个设置的那个精准度 然后此外在右下角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有过载警报 还有马达on的那个指示灯 还有其内部的故障的指示灯 还有跳脱指示在左边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从过载警报 或说马达的状态 也可以去做了解 然后两个的灯号是完全就分开的 所以跟接触器一样 就是说马达的那个启动的情况之下 在过载电影 跟在接触器来讲的话 都有马达的那个指示 以及内部故障的指示灯 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连结 非常简单 它是接触器跟过载电影 可以全部偶尔在一起 它可以在TIS control 就是我们在谈到接触器的部分 可以直接跟过载电影做一个连结 那再来就是在环保设计的部分 也就是在Green 或者说Green Premium 以Snet电机来讲的话 现在所有的那个产品系列 都要符合我们的环保标准 那所有环保标准 就是说像一些像Rose 或Rich的部分来讲的话 Snet都会符合这方面标准 然后再来就是 所有的设计都是符合Green Premium 就是绿色优质设计 所有的Industry 就是在工业设计部分的话 全部统一系列 在T6GIGA或说T6D卡 在所有的T6的产品系列来讲的话 就是全球 而且是统一的包装跟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之后就是 所有的包装的部分 都是采用100%可回收的材料 然后在所有的说明书 以前都会看到就是说 在包装内会有纸类的 那个说明书的部分 现在全部都是用QR Code 就是用它的二维码 你可以直接在接触器的上方 去扫二维码 可以得到所有的产品的资讯 以及它的那个说明书 都在QR Code上面 可以更清楚地知道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所有的接触器跟那个 过载电影的配件的部分 那从这边各位可以看得到 有辅助接电组 还有端子保护盖 还有连接通牌 还有机械连锁 那在辅助接电组 各位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说所有刚才所谈到的特色 17伏1mA 它符合整个高密度的POC的输入 然后再来它有更好的防尘 这个部分最主要说明一下 所有的斯耐德的辅助接电组 里面的那个接电组 跟外框 它实际上是产生 是做一个封闭的状态 所以最主要就是说 它可以去很好的去防护跟防尘 然后去适应恶劣的环境 因为我们之前所谈到那些目标客户 的所有的应用 你看水或钢铁 或者是在那个石化 或者说在树中带的部分 或者说调整应用 那些的环境 有可能就是说 比较不是那么良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防尘 就变成说非常重要 所以斯耐德在这一次的辅助接电组 它采用的那个设计的方式 是把所有的机械结构 在内部的接电组 有做一个更好的防尘保护 然后去适应恶劣的环境 然后再来上面所有的端子 你看不到就是锁线端子 那实际上它就是直插式端子 就是线路可以做直接的那个直插 然后直接去做夹紧 然后最多可以装四个辅助接电组 那在端子保护盖的部分来讲话 就是刚才有谈到IP20的端子保护盖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附件 在一次测或二次测 不管是在那个主要的动力 动力汇流排的部分 不管是一个或者说两个电缆线 或者说铜排 都有这方面的不断式保护盖 去做保护 那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像我们一些连接铜排的部分 尤其我们在做正立转 或者说做电源切换 或者说做那个新三角 就是Star Delta的部分的 那个启动来讲的话 你都需要各种不同的铜排做连接 那这个边斯耐德也有提供 这方面的配件 那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安装完配件之后 再把IP20的铜排盖板给锁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话 你可以选用那个铜排的盖板 然后让整体的IP20的保护会更高 那最后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机械连锁的部分 它机械连锁就是跟我们接铸器 三个框架一样 它只有三个型号 就可以适用所有的相同框架 跟不同框架的水平连锁去做安装 然后接下来就是电缆端子预设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 就是如果各位有采用 或者说使用这个备品的部分来讲的话 以后我们再使用接触器再做替换的话 你就不需要把电缆线去做那个分离 所以直接去替换中间的那个电磁接触器 跟模组就可以 所以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在高级版本的接触器的情况之下 你不需要去拆卸它的主端子 你只要去更换里面的备品就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提供铜排的备品 可以跟我们的end user来做选用 也就是说通常接触器上方它会装MCCB吗 就是装端路器 那世耐的端路器以现在最新款来讲 NSS的那个产品系列 它可以跟T6GIGA 就是新的产品系列来做一个偶合 那我们这里面来讲又提供那个电缆端子 就是不管是预设的部分 或者是在那个红牌的部分 这边有那个端子备屏 然后去做选用 然后再来如果我们在end user端 或OEN机列厂 那客户以前它是使用T6F 就是F-Range的那个接触器 那你可以使用Snet的套件 就是它的底板 然后去做一个替换 你可以把F-Range拆下来 然后使用这个底板先安装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安装 Snet的新型的那个接触器 把T6GIGA装上去 所以它有安装套件 可以去做旧品的替换 然后再来就是控制跟开关模组 都有个别的型号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end user去做替换 不管是你要去更换线圈电压 或者说更换接点 如果我们接点损耗 已经出现只是 更要去做替换的时候 你可以去更换开关模组 OK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所有的替换在10分钟之内 都可以去做前端的快速替换 然后接下来是谈到型号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这次我们在T6GIGA来讲的话 不管是在控制类的部分 或保护类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提供的是简单易懂 而且是有意义的型号 那所谓有意义的型号就是说 你只要记住LC1 就是指Snet的接触器 然后G的话 就是指我们T6GIGA这个系列 然后185就是指AC3 185安培 那当然你可能会用到225万培 265万培 就依照下面这个表来去做选用 这是A73的额定 然后再来如果是空白的话 就等于是3POL 但是如果你需要4POL的应用的话 就是4级 你只要写一个4 然后接下来就是线圈电压 线圈电压的部分 它是ACBC公用 所以你只要选择这4个编号 我举例例如说BEE 它就是指24到48V EHE就指48V到130V KUE100到250V LSE200到500V 那选用完线圈电压之后的话 后面就要确认 我们是用高级版本 还是全球版本 所以举例 如果我们是用全球标准版本 那你后面要加一个N 如果是高级版本就加个A 那我们最常用的产品系列 我们前面有谈到 像LQ1G185 举例我们是用110-220 我们选KUE KUE就是110到220 这边行券电压 那3POL的话就不用选了 就LQ1G185KUE 那高级版本 标准版本的话是A 标准版本是N 对不起 所以也就是说LQ1G185 我们最常使用的LQ1G185KUE N 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指我们现在 就是说销售跟使用 最常使用的型号 也就是各位经销商 或者说配电厂商来讲的话 如果使用在110-220的 那个185安培的A133应用 就可以使用KUE N标准版本 那这边要跟各位说明 跟介绍一下 就是说 那高级版本跟那个全球版本 它有一些电压的差异 就是说在高级版本来讲 就是B11EHE LSE的线券 它有提供 但是它没有提供 EHE跟KUE 因为标准版本来讲的话 它只有提供EHE跟KUE 所以在标准版本来讲的话 各位要注意就是EHE 48到130伏 还有KUE 100到250伏 这是标准版本的部分才有的线券 OK 也就是说在标准版本的部分来讲的话 各位只要记得 只要有EHE跟KUE的线券电压的应用 这个是因为 是因为就整个经济 跟整个那个标准版本来讲的话 它就把简洁变成是 在48伏 一直到250伏这边的 那个线券电压应用 这个部分是大家所需要注意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在那个过载电影的部分 就LR9开头 然后G的话就是指TX GIGA 然后它总共有四个的型号 也就是115安培 225安培 500安培跟633安培 总共四个框架 那所以也就是说 从接触器跟过载电影来看的话 它比原来的F-Range 就是旧款的部分 因为旧款的部分 它总共线圈跟接触器 跟过载电影全部加起来 总共1100个型号 那附件跟备屏有超过550个型号 所以现在整个TX GIGA来讲的话 就把整个型号 缩紧为只有100个型号 也就是96个接触器型号 加上四个过载电影 所以整个新的附件跟备屏 全部加起来 也不过才142个 OK 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100加112 总共242个型号 就代表所有TX GIGA 不管是本体 过载电影 或者是附件的所有型号 也就是说这一次来讲的话 所有的这个新产品 已经把所有的型号的选用 大为的缩减跟降低 那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库存的调控 也更加的那个简介 然后再来我们刚才之前 谈到就是说 它本身的产品系列 可以跟EcoStruxel整个做连结 那各位可以看到 去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发表TX Island 就是说像TX Island的部分 它是跟Machine 不管你是用各种不同的Advisor 或者是PoC 然后连接到TX Island 这个是在80A以下 AC3的马达负载应用 可以做智能化的一个管理 那如果超过80A以上呢 那各位就可以考虑使用TX GIGA 因为刚才有谈到就是说 它可以从PoC去做 那个接触器的控制 所以像接点损耗的讯号 也可以传回去 或者说你接点的那个动作次数 然后控制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从PoC这边去得知 或者做控制 然后你可以就是说 在End-Use的端的部分 如果有在做Skeda 或者说整个中央监控的部分 所使用的Skeda的Aviva的软体 或者说增过PoC 再到建筑器来讲的话 你在工厂端的部分 可以做到三层架构 那在机械端的部分 可以透过TX Island 那如果我们的工厂里面 有包含小型的马达负载应用 一直到大型的 你就可以考虑到用TX Island 加上TX GIGA 可以做一个全场的 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时候 不管是在节点的损耗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完全很清楚知道 什么时候工厂的 哪一个配电盘 哪一个负载 再去做维修保养 因为它都会把这个讯号 传回去到总公司 那总公司那边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这个接触器 操作多少 例如说在1万次的时候 它去做一支保养 2万次的时候 有可能它在AC4的 春洞应用负载的时候 可能到达2万次 可能就要去做一个替换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提供给各位 就是说有一个 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选用 跟说明在Ego Struture的部分 那最后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这两张 就是把所有的 这一个新一代的 T10 GIGA的马达启动器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提供整个 智能化的一个 完整的解决方案 然后提供给我们消费者 最简单可靠经验 所以左边这一块 是讲它的产品的特色的部分 那右边来讲的话 就是针对我们各个不同的 那个客户的那个属性 来去跟他们做一个价值主张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最重要产品的部分来讲 它智能高效 然后第一个最重要特色的功能 就是像自我诊断的部分 刚才有谈到过 就自我诊断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目前来讲 在市场上面 有在做自我诊断 大概只有Snet电机 目前有提供自我诊断的部分 那同时间来讲的话 就是有把本地跟远端的部分 去做一个节点磨损程度的诊断 然后再来Snet有提供一些数位工具 所谓数位工具就是 我们在去年那时候有发表 就是像一些马达的一个配置 如果各位进去Snet.com 就是说进去Snet的台湾的网站 在首页就可以看得到 一些配置的数位工具 它有两种可以让各位做选用 一个就是马达的配置工具 你可以选像 不管是接触器 便秘器 它的各种不同的启动方式 就可以找得到TISIS GIGA 然后或者是说 你要找TISIS IELTS 也可以从这个马达配置工具里面 去做选用 那第二个部分 你可以直接去选 假如你打像LG1G 或者LR9G 这些产品系列型号 从Product Slator 就是产品的选用的工具类比来讲话 你也可以找到这个产品 然后去做选用 这个就是指Snet的数位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 更容易去选择型号 选择它的功能 然后可以连接到EcoStructure 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系列 这些Connective Offer 就是从第一层 一直连接到第三层 然后在第二个特色来讲话 就是简单一行 所以简单来讲话 全部都是模组化 它全部都模组化设计 而且体积比之前更小 然后它可以直接去做 那个插拔 然后更简单 然后我们提供很多的视频 不管在YouTube上面 或者说之后我也可以提供给各位 就不管是安装 配件安装 它的使用 说明 我们有提供不同的一个视频 可以提供给各位做数位体验 然后所以你从那个面板上面来讲 用二维码 就是说用QR Code的方式 可以直接去 少到Signite的主要的一些文件跟内容 可以节省我们NU社端的一些时间跟成本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可靠来讲 可靠度来讲的话 就是第一个就是过载电影 它有全方位保护 以前你可能要做像相位不平衡 或接力故障 可能要再装其他的电子式的保护电影 或过载电影之类 但是实际上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只要使用Signite的那个 电子式过载电影 你就包含像那个相位不平衡 跟接力故障的部分 然后可以选择开跟关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专利的开关模组 因为我们所有的模组都是有专利化 就是我们的开关模组 或者说控制模组的部分 那这部分如果在NU社端 在做替换的使用来讲的话 也可以增加它的续航能力 然后再宽屏的那个控制电压 就是不管是50、60、20 或者说AC、AC、DC的那个控制电压的那个应用 然后都可以增加它的那个防护性能 然后降低线权的烧毁风险 然后再来就是最小的负载能力 发现到就是说其实很多NU社端 不管它是钢铁厂 或者说它是石化厂 那有些它想要知道就是说我到底 我的接触器 我的寿命到底什么时候会终止 因为它有时候在现场端的应用 是像一些大型的输送带 或者说吊声系统 它想要知道就是说 我现场端那边 到底使用了多少次的寿命 我要开始做预知保养 所以这个时候它可以透过 施耐德的产品 然后去做预知保养 而且是有全方位的保护 因为之前有谈到可能像一些香味不平衡 或者说像一些那个接地保护的部分 在现场端有一些恶劣的环境 会影响到接地故障保护 或者说香味不平衡 所以这个时候 它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全方位的保护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它来讲 它的矫正时间就会减少了30% 那整个模组化 它可以在10分钟之内去做快速零件的替换 那这对end user来讲的话 其实它只要准备几个备品 就可以做快速的替换 那在OEM的机械制造厂商来讲的话 实际上它最主要还是以紧凑的设计 可以节省配电盘的那个宽度 还有像一些机器的那个整合 因为它上方一定有很多都是用到PLC的部分 所以它有可能会用到那个全球的高级版本 用PLC来去做控制跟结合 甚至它有一些安全的一些回路 想要去做一个应用 所以在整个PLC去控制接触器 以及在安全回路应用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也可以去做一个全部的整合 然后再来就是宽屏的线圈的那个电压来讲的话 对我们机械厂或说我们经销商来讲 再放库存也比较容易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在SI 或者说在我们祭司 或者配电盘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在整个做系统整合或设计的部分 其实我们最主要考虑的 就是说它灵活的配置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end user的端那边 在做开会跟设计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从线圈定压 110改到220或者是说改到380 或者说又用BC24伏特去做控制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灵活配置 在经销商的配合 或者说整个库存来讲的话 就是会变得会比较灵活 比较那个简洁 而且可以优化整个任务的时间 那基本上是nide的 在之后也会提供像3D模型的一些 直接的工程软体 因为像我们刚才所谈到 有没有马达配置的软体 还有像plusletter 就是说型号的选用表的部分 实际上在这些配置的工具软体里面 如果选到最后 你都可以看得到 snet所提供的文件 除了那些rich rosso那些文件之外 我们还有提供像3D模型的一些文件 在工程软体之中 所以即使在做设计的时候 或者说配电盘厂商在做设计的时候 可以减少它设计的时间 然后再来snet已经把所有的保护协调 从段路器到接触器这边的保护协调 已经全部都做更新了 所以保护协调它有分 那个type 1跟type 2 就是依照IEC60947 它有分type 1跟type 2的保护协调 所以如果inuser团 如果想要更高级的保护协调 例如说type 2的保护协调 在snet电机来讲的话 type 2保护协调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短路产生的情况之下 你接触器只要去做预知保养 做保养就可以 不需要去整个做替换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协调表 提供给我们inuser 或说给我们的技师来这边做设计 然后再来就是 所有的信号已经减低了 差不多90%的信号 所以我们整个在选用 跟在设计上面来讲的话 可以减少很多产品选择的时间 所以这一章来讲的话 就是把所有的特色 跟客户这边所需要的价值 能够整合在一起 最后这一章就是 一样就是再重申一下 所有的电池开关跟过载电液 当然我们就是只有过载电液 或者说接触器三个框架 占盘面面积小 这个信号减少90% 最主要第一个特色 然后第二个有整个全部都模组化 然后第三个就是自我诊断的功能 然后再来辅助接点17伏1mA 10的-8次方的可靠度 然后还有悬挂功能 可以跟我们的那个断路器 整个安装更容易 全方位保护 就包含接力故障跟相位不平衡 然后可以连接Snet Ecos 这边左边来讲就是所有的产品的特色 做一个总结 那右边来讲的话 就是在重申之前的目标市场跟客户 如果各位他是 各位是在水跟废水 或说像金属矿业 或说像船坡铁路 或OEM gas的部分 假如你的应用是属于像HVAC或输动带 或hoisting 这些起重吊声的部分来讲 或bump的产业应用来讲的话 实际上都非常适合使用TIS 比较的产品 那我们这些所有的模组化的设计 全部都是有专利 而且是有自我诊断的功能 然后全方位的保护 可以让我们的客户体验更简单 更智能 而且更安全 还有更灵活的产品 OK 那以上介绍到这边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问题